蜃楼之月第三天 当组织的战士现任的八号戴德利带来口信 转达了南方之地所发生的事情经过 以及迪维与海伦前往南方之地的消息 大约过了一刻钟之后 人称幻影的这名战士举起了手中的剑 悄无声息地向同伴斩下 看着倒在地上的塔巴莎米利亚对身后之人说 你要是打算阻止我照看不误 身后的卡拉蒂亚选择退让 抱歉 自己双眼已废 岂能和现在的你抗衡 可是当米利亚与他擦身而过时 卡拉蒂亚还是忍不住地问道 你打算自己往地狱里跳吗 幻影的米利亚 这个问题只是让米利亚稍作停留 随后大不流行地离开了 在圣都的仓库里 时隔七年他再次穿上铠甲 没多久幻影的米利亚 便从这圣都拉伯纳消失得无影无踪 塔巴莎猛地进行 苏醒的时间比卡拉蒂亚预想的要早 并劝解挣扎着想要起身的他 最好别乱动 不然伤口会裂开的 听到伤口塔巴莎才反应过来 自己受伤了 是米利亚砍的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对自己拔刀相向呢 卡拉蒂亚却说 这等一切全都了结 他这一件就是打算让你刚好躺到那时候才能起身 所用出的完美的力道 这种说法塔巴莎听不懂 什么是刚好的力道 什么是一切全都了结 卡拉蒂亚解释道 当得到了戴德利的情报后 米利亚面临两个选项 一是向东 一是向西 你也知道现在的组织防御相对薄弱 组织最强的守门人 安利西亚与贝斯都不散 就某方面来说 这是歼灭组织的最佳时机 同时同伴们正往西方聚集 由此可以预见将要面临重大的危机 想必他十分的苦恼吧 事实上当米利亚听完情报 有好一阵子 整个人都是处在那里动也不动的 最后他选择了向东 并向你出手 塔巴莎十分的不解 为什么 为什么他想要消灭组织 反而对五八刀向下 不管他做什么决定 自己都是愿意追随他的呀 卡拉蒂亚却说 米利亚和你们有着不一样的觉悟 对他来说 消灭组织是最初的目的 是赌上性命也要完成的事 说他之所以以战士的身份 一路走到现在 都是为了这一刻 相信也不为过 塔巴莎十分的激动 这些自己都清楚 也正因如此 我们七人才更需要同心协力对抗组织 不是吗 卡拉蒂亚接着说 那时他对我们说的话毫无虚假 他说组织的战士也是同伴 不可以取他们的性命 自己认为他是真心这么想的 可是米利亚他与你们的不同点就在这之后 当那一刻到来时 米利亚将会破解杀人 杀人 这个词让塔巴莎一惊 你说的人 是组织的人吗 没错 就结果来说 要消灭组织 最后必定需要如此 不是妖魔 也不是觉醒者 而是对人把剑 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这个问题让塔巴莎迟疑了 片刻他结结巴巴地说 自己的话 一定 卡拉蒂亚打断了他 是 假如是最新于米利亚的你 或许下得了手吧 可是那是不去正视本质 而是只懂得追随米利亚 你是为了动手而动手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米利亚 让你躺到事情了结为止 其背后的意义了吧 信仰 有时候会伤人的心 甚至心碎 说不定米利亚他打从一开始 就暗自期望 这事态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 镜头跳转 东方的组织外 是满地的血字 以及满地的战士 冷静的米利亚对身后的战士说 停手吧 你们和我走过的战场是无法比拟的 但有人不甘心 还想要再试一试 是雷切尔 他的钢支箭砍中了米利亚 但很可惜 那只是幻影 就这样 组织的三号五号也被打倒 远处观战的黑衣人十分的不满 真的是 成何体动 这样的实力 也叫现身的上位排名者吧 一旁鲁鲁却说 在这个时候 不应该称赞侵入的一方才对 旧时代的战士 究竟积累了多少经验 才能强到这种程度 面对真心想要杀死自己的敌人 不取其性命 只让他们失去行动能力 这可是要彼此实力相差甚远 才能办得到的 现在的形势是 少了安利西亚和贝斯 现任的三号五号 根本不值一提 而那个女人 也做好了杀死我们的觉悟 真是令人惊叹 没想到竟变强到这一半地步 可惜呀 露露怪笑着说 明明只差少许就可以成功了 这时候又有两道身影 出现在米利亚的眼前 是对年龄很小的训练生 他们是双胞胎 而双胞胎让米利亚惊觉 该不会 没错 正如他所想 其中一个 觉醒了 虽然他们没有被赋予排名 不过在安利西亚和贝斯之后 仍有新人辈出 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战斗中 白双子突然交换觉醒 让米利亚措手不及 吃了点小亏 看得观战的龙龙都赞叹不已 面对那两个人 还可以斗得旗鼓相当 不过嘛 组织的秘密武器 可不是只有他们而已 刚刚的战斗 观战的黑衣人都说 实在是太厉害 那就是旧时代的六号 幻影的米利亚吗 虽说 那两个人还是训练生 可是与他们为敌 仍能毫发无伤 但是 在露露看来 毫发无伤 这样的形容有点夸张 米利亚并不像表面上 看到的那么轻松 没错 这次的对战 使她气息不云 露露深知 这和刚刚一般的战事相比 疲劳程度明显不同 可见这战况不同 也使得 她必须拿出真正的实力来应对 即便是外在丝毫没有受到伤害 但内在应该渐渐的开始积累疲劳了吧 正想着战斗再次展开 战斗中的米利亚觉得 这两个小鬼 十分的厉害 但很可惜 毕竟是还没有被赋予排名的训练生 战斗方面来说 实在是太稚嫩 比起黑双子 大概是远远不及吧 可是现在对于米利亚来说 砍下她们的脑袋很简单 但是 想要让她们失去行动能力的话 是否要杀死她们呢 不由的 这个念头冒了出来 在那对姐妹冲上来时 米利亚一箭 砍断了其中一人的手臂 那个女孩应声倒地 米利亚也是直呼糟糕 需要注意的是 受伤的人是面无表情地倒在地上 而另一个突然发狂了一般猛攻米利亚 力道之大 使米利亚都面露难色 这行为在黑衣人看来 又是那个问题 孪生姐妹虽然可以顺利地精神同步 可是当遭遇某一方受伤时 另一方的内心就容易产生动摇 而这也正是为了把孪生姐妹的精神链接 发挥到最大的极限 所带来的弊端 果然还是要从更小的时候 就抹去他们的心 战斗中 米利亚开始怀疑 面对发狂的战士 我怎能下得了手 无论是哪个时代的战士 成为战士的境遇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大部分都是失去双亲 或是被亲人遗弃 他们并非出自自己的愿望 在不知不觉间 就背起大剑开始战斗 自己的目的 虽然是因为私怨复仇而开始的 可是也想急由着歼灭组织 不再让其他像我们这样的牺牲者 继续出现 这样的我如果杀了他们 那么一路走来的所作所为 其原则将就此崩溃 突然自开战以来 第一次米利亚受了伤 这次受伤让她快速后队 并开始警觉 因为刚刚的那一剑 自己明明可以完全避开才对 不远处受伤的战士开始治疗 米利亚不由得有些着急 假如她的手臂复原 二人一起上的话 事情会变得更麻烦 得趁现在赶紧封住 另一个人的动作才行 想到这儿 她一个顺身来到对方身后 抱歉 请你稍微的睡上一会儿吧 然而米利亚信心满满的 一击竟然灰空了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 自己怎么可能算错距离呢 此时与黑衣人站在一起的 还有一名战士 看她的情形 这妖力差不多已经释放到了50%了 她名叫拉夫迪拉 她说如果是直到 刚刚那妖气完全消失的状态 是行不通的 但现在既然妖气已经暴露 这名战士是组织的10号 并且在战士之间并不知道她的事 选拔方式向来的五官实力 代代都是因为某项能力特别而被选上 并被安排常驻于组织当中 这项能力就是以妖力同调为基础的感官支配 换句话说她是47人中唯一一个只针对战士的战士 此时战斗中的米利亚开始出现视线模糊 而这还只是拉夫迪拉的提补 虽说支配感官的能力最多也就是视线模糊 混淆距离感 可是拉夫迪拉的真正能力 现在才要开始真正的展开 潜入对方开始混乱的精神里 将沉睡在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念头增幅定其发狂 随着十号的能力愈发的增强 战斗中米利亚的眼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希尔塔 令你憎恨组织的根源 只要那感情越是强烈就越会深陷其中 难以自拔 米利亚由于走神被白霜子砍住 可是她对那刀伤炙弱网闻 她的眼中只有希尔塔 那时候的她的确已经 但很快她否认了 因为希尔塔就在自己的眼前 你还活着 原来你还活着呀 在躲过白霜子挥出的那一剑后 米利亚十分的疑惑 你为什么不认得自己了 是我呀 米利亚呀 说到这儿 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因为我好想见你呀 一直一直都想再见到你 这样的米利亚让一旁观战的露露都有些不忍之事 虽说是组织的秘密武器 可是这十号的能力 说穿了就是以想要对组织不利的个人为假想敌而开发的 假如你不是一个人独自前来的话 你的复仇已经成功了吧 当你无法将同伴当成纯粹的战力来看待的时候 你作为队长的实力就已经被人磨清了 这时白霜子受伤的那个治疗完毕 不仅是他 其他的战士由于白霜子的拖延全部醒来并慢慢地站起了身 而米利亚也被一箭刺穿 可即便被刺穿 他还是希望希尔坦能回想起来 自己是米利亚 是曾和你一起出生如此无数次排名十七的米利亚 从那之后 自己把你的话紧紧地记在心里 排名第六 一路爬到和你一样的排名 此时 所有的战士都围了上来 米利亚他笑着伸出手 含着泪说道 从今以后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希尔坦 不知过了多久 海伦三人在森林中狂奔 目的自然是圣都拉伯纳 可临近圣都时他们发现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妖魔和觉醒者闯入 拉伯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的城内是妖魔横行 同样守卫队也在浴血奋战 标枪队和箭士们配合纯属 期间米亚他也帮忙救察 还有库拉利斯 虽然他的攻击很笨拙 但也在为这座城市尽一份力 并且告知了周围负责肉搏战的士兵们 你们专心收拾因为头毛而受伤 或是无法动弹的妖魔 其他的就交由自己和米亚他解决 此时的圣都里不光有妖魔 还有大量的觉醒者 负责阻拦他们的正是卡拉迪亚和塔巴莎 此刻的二人看来消耗不小 卡拉迪亚提出 先将这些觉醒者引到其他的地方吧 他们可不是士兵或者库拉利斯能应付得来的 并提醒心不在焉的塔巴莎 别去讲无谓的事 现在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歼灭眼前的敌人 觉醒者率先出手 二人对战觉醒者经验十足 同时闪避后正准备对其斩首 突然在卡拉迪亚的背后新的觉醒者出现 塔巴莎由于焚神被眼前的觉醒者击中 打进了一旁的房间里 而屋子里还有没来得及逃走的市民 卡拉迪亚这边新出现的敌人会飞 他空中发动的攻击被卡拉迪亚利用同调干扰 然后借机砍下了对方的手臂 然而觉醒者却发出了怪笑 因为这是个陷阱 一个巨大的觉醒者伸出手 抓向了半空中不能着力的卡拉迪亚 面对这样的形势 他大马改死 要是值钱率先解决掉一只的话 就在这危急时刻 一品大剑飞来 命中了身后觉醒者的头部 没了后顾之余的卡拉迪亚出剑 砍下了眼前敌人伸出的手臂 是油马 他自信地说 在这亲人当中 唯一对远程投掷小有自信的人 就是我 但身后之人却说 仅有的一把大剑就这样丢出去 可算不上什么有效的招式啊 是欣西亚 他笑着说 开玩笑的 走吧 我们也加入战局吧 此时屋子里的塔巴沙 形势十分的严峻 身后的女人怀里还有个孩子 这里还是二楼 也没办法让她从窗户跳下去啊 就在这时 女人身旁的地板被一柄长剑刺穿 然后以她为中心地板开始碎裂 在那个女人的尖叫声中一个人窜了上来 是海伦 救下了人的她很想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塔巴沙是又惊又喜 但她忘了此时是在战场上 在即将被命中时 敌尾出现 你太大意了塔巴沙 看着眼前嘶吼的觉醒者她说 这和北方之战比起来 就是小儿科 一口气解决掉它们 此时的圣都是一片狼藉 戴德利站在废区前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这是圣都啊 为什么会这样 紧接着她出手救下了一旁的女人 看着眼前哭泣的女人 她想到了某些很不好的回忆 另一头海伦众人加入了战斗 配合着标枪队 由马辛西亚与库拉利斯处理着大量的妖魔 其余几人全力斩杀觉醒者 终于战斗总算是结束了 入侵的觉醒者和妖魔悉数被斩杀 并且万幸 伤者虽然很多 但没有死亡 盖克二人说 多亏了你们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海伦这是问道 喂塔巴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拉伯纳突然会变成这样 可是对于海伦的问话 她的反应有些奇怪 尤其是在迪维的一句 怎么不见米利亚 她怎么了 见塔巴莎如此的失态 迪维紧张地问道 米利亚怎么了 她发生了什么事 由于塔巴莎结结巴巴地说不清 最后还是卡拉蒂亚替她说出了实情 米利亚杀进了组织 趁西方之地处于混乱 她砍伤了塔巴莎后 就单枪匹马地去了东方之地 目的就是击溃组织 听到还曾砍伤过塔巴莎 迪维追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详细地说明卡拉蒂亚想之后再说 现在要说的是 米利亚她大概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打算 而并非是突然有什么契机 让她的想法骤变 那么海伦问道 结果呢 她杀进组织的结果如何 迪维反应是几块 该不会 没错 卡拉蒂亚的手一指 这就是事情的结果 众人已惊 但塔巴莎则是暗自流泪 米利亚大概是失败了 于是也引发了组织对圣读改变的态度 从以前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转变为将圣读缴出的杀意 虽然不至于明目张胆地派出战士 可是这次送来的这些战礼 假如不是你们及时赶回来的话 圣读可能都要灰飞烟灭了 关于米利亚的结局如何 卡拉蒂亚也不想让众人沉溺在天真的幻想里 他认为米利亚应该已经死了 介绍完这边的情况 他提出 你们呢 还有一个人去了哪 塔巴莎这才反应过来 少了一个人 他紧张地看向迪维二人 见几人一言不发他再次落泪 该不会连克莱雅也 海伦连忙打断他的蠢话 克莱雅 克莱雅他还没死 东方之地 达爷回到了组织 但现在这里是满地创意 该不会发生什么令人担忧的事吧 对于他的提问 其他人看来并不怎么友好 回答道 问题不大 没什么可操心的 听着达爷的怪笑 对方问道 倒是你 你将不下运送的东西已经到了 你不会又像以前那样找些来路不明的东西吧 海德组织又暴露在危险之下 看来这才是达爷不受欢迎的原因吧 回收队的人迎上了达爷 他们边走边汇报情况 那个男人被那东西刺中之后 仍能免于被侵蚀的原因 已经找到了 这让达爷来了兴致 他让手下好好的说说 而手下却认为 您亲自过目可能会更快一些 说完 推开了大门 里面是被绑着的垃圾 靠近后的达爷 的确是一目了然 并且这个原因实在是让见多识广的他都没有料到 市角再次回到拉伯纳 城外卡拉蒂亚跟着海伦 有些不耐烦的问道 还要走多久 海伦他回头道歉 很快就到了 之所以会这么远 是因为要将那样的东西带回圣都 我们几人都有所顾虑 而且现在的情况也不合适 紧紧跟随的卡拉蒂亚对于他们在西方所遇到的事 还是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独角并且长着翅膀的觉醒者更是听都没听过 海伦他也一样 自己也是那时才亲眼所见 虽然以前曾听利弗洛亲口说过 有人比他们还强 可谁能想到 那竟然是真的 卡拉蒂亚在意的则是凌驾于深渊之上的力量 这时他们的目的地到了 这是一坨奇形怪状的东西 更诡异的是 海伦竟然说 这就是克雷亚 这是众人从西方之地一起搬来的 并询问卡拉蒂亚 你能分辨得出外形吗 卡拉蒂亚没了双眼 他只能沿着那东西散发出的妖气 沿着那轮廓去分辨形状 在他的感知里 那简直就是异形 海伦说 克雷亚被这家伙吸进去后 马上就随着巨大的冲击 跟大地一起消失了 在那片废墟里 仅存的物体就是这个 因为能感觉到里面有妖气 可以知道这东西它有生命 只是 卡拉蒂亚检查到 只是 没有证据说 这就是克雷亚 是吗 并且卡拉蒂亚提出 假如这不是克雷亚的话 你们等于把凌驾于深渊者之上的怪物 特地地搬来圣都附近 置众人于险地之中 见海伦有些词求 卡拉蒂亚说了句无妨 因为不管怎么说 你们也有恩于这座城市 这点事就先不计较了 说完 慢慢地上前 将手放在那东西上面 海伦紧张地想要知道答案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发现 卡拉蒂亚的感知里 这里简直就是妖气的灼流 它唯一能辨别的 就是这东西会散发出妖气 并且 它有呼吸 海伦有些着急 难道说连你都分不出来吗 实际上 卡拉蒂亚他感知到了 在他的感测里 里面有两个 克雷亚和另一个不知名的东西 一起把那个有翅膀的独角怪物 封在了这里头 换句话说 把克雷亚救出来的话 就等于会把拥有 压倒性力量的怪物 同样地释放出来 这一点 恐怕就连已经不存在 自我意识的克雷亚也明白 所以他才会对同伴的呼唤 完全地不做回应 假如硬是将他唤醒 恐怕 突然远处传来了交战的声音 卡拉蒂亚指出 在圣都的东侧 海伦明显知道那是谁 骂了一句后 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是迪维与塔巴莎 二人不知为何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期间迪维似乎占了些上风 就在二人将要在接下来一决胜负时 辛西亚与海伦赶到 他们两个制止住了二人之间的战斗 迪维收起了武器 对于海伦的负贵武器 他说自己只是认为塔巴莎就这一点长度 也想单枪匹马杀箭组织 既然不想要命的话 不如直接在这儿给她来个痛快 听她这么说 所有人才知道了塔巴莎的打算 因为她很清楚 这家伙很早以前就是米利亚的根屁虫 所以他现在正在后悔 那时没能和米利亚一起去 还有米利亚也是个蠢货 明明说了大家一起去瓦解组织 结果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跑去组织 他是不是以为自己的实力很强啊 他的下场就连两败俱伤都做不到 随随便便地就被人解决了 塔巴莎怒了 但对于这一拳 DV看着眼前泪流满面的塔巴莎说 这一拳也让米利亚本人尝尝吧 毕竟他背弃了我们 是铁打不动的事实 只见他走到卡拉蒂亚跟前 称重地说道 虽然对你不好意思 可我们轻易不会死心的 没办法只凭你的推测 就轻易地接受米利亚已死的事 卡拉蒂亚知道他的意思 笑着说随便你们吧 原本自己和你们走的 就不是相同的路 紧接着DV说 走吧塔巴莎 见他还有些诧异 怎么 不是要去揍米利亚一圈吗 其余几人也对迪维的决定 做出了回应 结果 还是这么一回事嘛 但想想也对 大家从北方一起出来后 就注定了要同生共死的 既然现在五人意见统一 迪维再次对卡拉蒂亚抱歉 圣都还得要麻烦你了 卡拉蒂亚笑着说没什么 反正这里还有库拉利斯和米亚塔在 就在这时戴德利走了出来 对于这段时间他的大力之援 迪维表示感谢 但接下来你就没必要再跟着了 思索了便客 戴德利终于鼓足勇气询问众人 这次的事件是组织教唆的吗 迪维他并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问道 你这么问 有什么目的吗 我们这一路走来是凭着自己的眼睛去看 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的刀刃去探索的 和你知道的世界并不一样 就算真相只有一个抵达真相的路途 未经经济的话 就算告诉你也只是等同于轻浮红毛的话语罢了 但戴德利他突然说起了别的事 自己的故乡曾发生过与圣都同样的事 村子被大量的妖魔和没见过的怪物所袭击 自己是在很久之后才知道那些怪物就是觉醒者 年幼的自己根本不晓得当时发生了什么 只是无知地看着认识的人一个个地倒在血泊中 如今回想起来的话 事情是从讨伐一只妖魔开始 自己记得当时村长跟黑衣人曾为了什么发生过争执 没过多久 村子就被大量的妖魔和觉醒者无情的肆虐 在那地狱般的光景中 奇迹获救的自己被黑衣人带回去抚养 那时的自己只觉得被黑衣人救了一命 所以不管被如何对待 只要是为了组织 自己都愿意用性命去报答 所以 所以请告诉我 这次的袭击 是组织干的好事吗 面对着有些崩溃的戴德利 迪维并没有给他的案 反而邀请他一同前往 接下来的光景 用你的眼 用你的耳 用你的刀刃去理解吧 如果你找到的答案和我们不一样 到时 对我们刀剑相向也无妨的 就这样 向东的队伍又多了一人 这时 库拉利斯与米亚塔也来了 他们也察觉到刚刚打斗的气息 想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卡拉蒂亚告诉他 没事了 并说 重头戏才刚开始 一直以来 不曾相信这世上有神的存在的我 有生以来 第一次真心的向拉伯纳神祈祷 要活着回来啊 六名战士 可以的话 连第七人也一并带回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